我要特別提醒注意的 這個颱風本身的影響層面來說 雨的影響會比風的影響要大 因為颱風的中心是偏南 所以整個強降雨的現象會出現在 宜蘭的山區、花蓮的山區、台東的山區 這三個地方的山區的降雨多 禮拜二風浪部分要變大了 星期三,降雨的狀況在東半部地區要增多了 影響最明顯會在星期三的晚上 到星期四的一整天來說 在東半部地區跟南部的恆春半島 也要特別的注意 中泰小卷一邊接近台灣一邊持續增胖 中央氣象署表示 最快今天深夜有機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氣象主播戴立剛則分析小犬未來動向 嗨所有中時新聞網的朋友大家好 過完了中秋佳節 現在看到小犬的出現 有人說他叫中犬 有人說他叫大犬 有人說他叫狂犬 不要想太多 他名字就叫小犬好不好 只是現在是一個中度颱風 什麼變強烈的颱風 超級颱風 不要聽太多 他就只是一個中度颱風好不好 他沒有機會變強烈颱風了 那目前的話 強度的部分 還會有略微增強的一些空間 可是等到了明天之後 他開始進入到我們台灣的 東南方的海面的時候 這邊的海溫的部分 已經比較沒有利於 他再增強的發展空間 所以差不多就中心風速 每秒45公尺左右的一個中度颱風 紮紮實實的中度颱風 要接近我們了 在禮拜二的時候 隨著颱風的外圍的整個水氣 開始進入之外 另外就是湧浪的部分 也要開始進入 所以第一個風浪的部分 在禮拜二的時候 開始要增強了 第二個就我剛剛講到的水氣的部分 東半部地區 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基本上只有雲層多 北部有點遠 那跟颱風沒關 那個最主要是東北季風 帶進來的水氣的降雨 那當然有一點點水氣 是颱風外圍送過來的 那但是到了明天的時候 颱風外圍的水氣 進來的量來說 就會變得更為明顯 所以在宜蘭、花蓮、台東 這三個地方的朋友 如果你是在高山 要去爬那個靠近東邊的什麼 騎來 請你趕快下山 因為最重要一點在於說 山區會起濃霧 第二個會下大雨 那雨一下下來 保證你要下山 就要千百困難 所以今天沒事的話 今天即使你有事 你也得下山 就這樣 因為最安全 那西部地區 只有雲層多 還是好天氣 還是中午熱 因為最主要就是 由我們的護國神山 把水氣整個都擋在 東半部地區了 好 接著我們來講到 重頭戲星期三了 星期三的時候 這個小犬颱風 將要逐漸的接近 我們東南方的海面 那目前的路徑方向 看起來的話 中芯有可能會在台東市 以南登陸的機會會有 當然也有可能再更往南偏 因為取決最重要的一點 就在於星期三的時候 北方大陸冷高壓下來的強度 如果大陸冷高壓 往南下來的強度偏強的話 颱風就有可能 整個中心再往南偏 一往南偏就偏到 鵝蘭比登塔 再往南偏就是跳海了 進入巴士海峽了 所以當然颱風的中心 如果是在海面上通過 對於陸地上面的影響層面 相對之下會少一點點 最主要是風力的影響 會少一點 在江雨的狀況 其實從周三的下午以後 到周四的一整天來說 我要特別提醒注意的 這個颱風本身的影響層面來說 雨的影響會比風的影響要大 因為最重要 北方有大陸的冷高壓下來 南邊有暖濕的水氣下來 兩個碰在一起 就叫做共辦效應 共辦效應一出現的點會在哪裡呢 就在那兩個結合的點 碰到的這個點 雨量的部分是最為明顯 那目前看來 因為颱風的中心是偏南 所以呢 整個強降雨的現象 會出現在宜蘭的山區 花蓮的山區 台東的山區 這三個地方的山區的降雨多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影響時間 從周三的下午以後 開始暴風圈逐漸的進入 禮拜四的時候的 這一整天要注意的是 第一個颱風的中心 有可能就大概在周四的早上 接近 早一點的話大概清晨 晚一點大概在早上這段時間 會碰到台東的陸地 那登陸點的部分來說 風雨會大 那以目前來看 應該會差不多在 泰馬里以南的機率來說 是比較偏高的 那邊人比較少一點 不過台風喜歡那個地方過 因為那邊的山脈不夠高 他比較好翻過去 好那再來 等他翻過去完之後呢 進到了我們的中央山脈之後 他從我們中央山脈 到了台灣的海峽西南方 這一段時間 大概要走一天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最重要缺乏導引流 因為北方的東北季風下來 但是台風的中心位置 即將要進入到 東北季風的整個冷高壓廠 也就在高空廠的 南亞高壓的南緣巷線 要往西邊切過去的時候 他要順利切過去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看 如果順的話 只要一進到台灣海峽 再往西走的話 那就會往福建 那再來就往香港方向移動 所以呢 就會很順利的 在禮拜四下午 禮拜五就開始逐漸的到 福建南方海面 禮拜六的時候就接近香港了 那如果順利的話 那如果不順利呢 萬一不小心南亞高壓 他這麼一卡 他沒有順利的過來 本來是這樣子的話 那他就滑過去 啊不順便這樣之後 他卡住了 那卡住以後 可能就變成擋在我們的 台灣海峽 西南方那邊 那這樣子的時間來說 時間拖得越久 對東部地區的降雨狀況 是越不利 因為最重要一點 雨要成災 需要時間 時間拖得越長 降雨的狀況來說 明顯都在台灣上空的話 相對的就會一個 非常不利的狀況 所以呢 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在於說 禮拜四到禮拜五這段時間 他有沒有在我們的西南方海面 慢慢走 慢慢走 那當然他強度會快速減弱 因為第一個 冷空氣下來 等於冷空氣灌進一杯熱開水 熱開水裡面灌進了冷空氣之後呢 那開水就冷掉了嘛 所以呢 也就是說 這颱風系統 他未來只要進入到了 我們台灣海峽以後 強度部分會快速的減弱 但是呢 取決於就在於北方的冷高壓 當冷高壓的下來的位置跟角度 就關係到這個颱風未來的整個走向 不過要提醒大家 我們用幾個時間點注意 第一個明天開始 禮拜二風浪部分要變大了 星期三 江雨的狀況在東半部地區要增多了 影響最明顯會在星期三的晚上 到星期四的一整天來說 在東半部地區跟南部的恆春半島 要特別的注意 那因為呢 雨的部分是整個東部持續下 風的部分是在颱風的中心的部分來說 會在恆春半島那邊比較明顯 那接著就是五到六這段時間 順利走掉 拜拜 那我們就六日的時候 就是東北季風影響 但如果不順利走掉 哇 那不得了 東半部的降雨狀況 可能就會出大事了 繼續鎖定 中時新聞網按讚訂閱分享 告訴你最真實的天氣 於是 最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